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中国的楼市泡沫的问题 有人说中国房地产过去那几十年可以说是毁灭式发展 最终一地鸡毛应该都是不能避免的了 大家都看到其实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的问题应该都是不争的事实 也会见到很多人在大陆炒楼炒到损手烂脚 到底后续投资人应该怎样去部署呢 以下的内容是整理自著名的经济学家温铁君教授的一些说法 他提到楼市泡沫背后发生的原因 以及后续发展的趋势 以及投资人应该怎样部署 今集和大家讨论一下温教授的一些说法 经常Sell 你们Sell 和口水干VIP的会员都没有突破性的增长 其实你们有没有加油 首先和大家说说楼市泡沫出现的成因 其实中国大陆的楼市泡沫问题 可以说是分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首先说内部因素 你会看到中国在国家开放和加入世贸之后 其实有很多实体经济都是蓬勃地发展 也有很多企业家中产阶级是赚了钱的 其实他们做的老板都会知道 赚了钱拿着现金的风险是很大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尽量将钱投资 尽量将货币变成一个实质的资产 楼房是他们其中一个选择来的 而且中国过去那十几年二十年 那个城市化发展是非常迅速的 很多投资人资本家都会以为这种大城市的楼房是没得输的 因为那个城市化推进应该是不可逆转的 继续会向前不断推进的 所以他们就疯狂地买楼 就觉得买了一定不会输的 所以很多中产阶级其实他们拿着的楼就不是一间的 拿着两三四间甚至多间的物业 过往也是那个房地产表现得很好 一年升几十%是时有的事 但是这样的投资的环境也是会排挤了实体经济 因为既然买楼炒楼赚钱这么好赚 那我为什么要做实体经济呢 怎么可以建厂呢 那是一些内部的问题来的 去到2018年贸易战 以及2019年COVID的爆发的时候 加上本身内部的问题 你会见到中国大陆有三百多万家的一个个体户 一些商户是注销的 也都有40万家股份制的公司是注销的 那就不是说他们去破产 或者他们怎么样 而是他们自己决定不做的 有很多的理由 当这么多间公司的注销不再做生意的时候 就会导致了有3000万个农村来的打工仔 是突然间失业了 或者是被迫回家 那当没有实体经济的时候 农村的人口去迁往这个城市工作的人数 也会大幅减少 那自然是承接不了大城市里面 这么多的商品房 就是商品楼房的一个建筑 因为那个建楼建得很厉害 而那个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是受了 那所以那个商品楼房 其实去到今天已经是足够 中国是87%的人去居住 也都是代表着城市的商品楼房 可以支撑着87%的城市化 但是中国实质的城市化 当然没有87%那麽高 只有大约40%多 那代表中国的城市化被浪费了一半 所以楼市泡沫把破 可以说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是一定会这样发生的 那除了这个内部因素之外 温铁军教室也提到一个叫外部因素 那他就说到中国这个楼市的泡沫 也是由这个输入性的通胀所引发的 因为中国加入WTO之后 其实一直都是摊开相比 就是欢迎外资去投资的 那外国资金进来的时间 其实它是处于一个QE的周期 特别在2008年之后 在一个零利率的超级QE的阶段 那自然有很多钱跑进来中国 那央行其实自然就要做一个 叫做对抗性的增发 那即是说有1元的美金进来中国 中国就要印6个多的人民币出来去做对冲 那所以绝大多数的资产泡沫 其实都是由外资进入去驱动 那除非就说中国所国不欢迎外资 那否则这个外国的QE的外日性 一定会波及中国就会带入来中国的 那这一年或者这几年 其实你会见到的情况是逆转了 那美国是果为高利率的政策 那中美脱欧和逆全球化 也是加速了去阻碍中国的城市化的发展 那结果就是说 只要任何持有大城市房产的人 的中国百姓基本上都是必然面对损失的了 那持有两套以上的中产 财产是会蒸发非常之多 那本来那些楼市场价可以去到几千万的 那大家明目上可以很有钱 那只要房市一崩溃的时候 你拿着的只不过是一些钢筋水泥而已 也有很多专家提到 中国的房产有过度金融化和高度债务化的问题 因为大家的杠杆率实在太高了 但是羊群都是这样的 大家都赚钱升值一年升一倍的时间 我看到问题可能都未必懂得避 大家要跟着疯狂买入就算了 那去到最近大家才知道 这个楼市不单只是饱和这么简单 是严重过程 很多的院成 已经是员工的商品房的面积 是够全员的人 总人口居住的两倍多出 那就是说 其实这些人 基本上买了楼是蚀硬的 所以说最近 每个人都是选手烂举 就是这样的原因了 顺带一提 这样的环境下 当香港人期望内地人 会来到香港买楼构市 到底是否可行 大家去思考一下 那去到投资方向那里 其实温铁军教授 都会去给予一些意见的 因为很多人就说 喂 大陆现在这么大祸 这么多的房产泡沫 那当然是不要投资内地 甚至是人民币 都不要保持 换完美国 美金比较安全 因为美国是最强大的 一定会保住自己的货币坚挺 那温教授对此是保持怀疑 他就说 只要你一个明白人 你看懂了整个状况 其实就不会拿全部钱 去换完美元或者美元的资产 因为这样只不过是泡沫 再转去泡沫的意思 他也提到 中国人海外投资很大 但损失也很多 很多投资者 因为对于外国的情绪是不理解 都是损失惨重的 所以投资的话 其实不如看回本国 其实都有不少的空间 那到底是什么呢 他就说 中国其实今天 依然是属于一个 实体经济货币化阶段 就是说 其实中国有价值的 不是中国的货币人民币本身 而是这个实体经济 而城市化的进程 它放缓 和城市的居民下乡 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 加上中国人口多 资源相对比较少 如果能够和实体经济 做好对接的时候 未来是有很多可为的空间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2017年 19大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 是用来做内循环 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政府鼓励城市居民 在下乡的时候 可以与农民联合创新和创业 城市居民拥有知识和资金 乡镇有生态环境资源 两者可以相结合 可以令到城市居民 如果是回乡的时候 可以有房住 有饭食 有事做 不止于无所事事 不会断掉他们的米露 当城乡融合到 就可以制造一个市民愿意 下乡 农民也愿意入省 这个双向的流动 因为中国人口的规模 实在太过巨大 所以要达到共同富裕 就不是这么简单 就不是说你激进去 推进这个城市化 可以做到 走走前退回半步 现在部分城市 已经发展了上来的时间 就应该回头看一看 这个乡镇 有没有可以振兴它的方式 以及如何利用 这些乡镇的天然资源 可以做到一些东西 温教授认为 聪明的投资者 现在应该转向这个乡土社会 亦都是跟中国 一些未城市化的农村里 一些所谓的资源性资产 做交易对接 虽然短期里 未必可以有很快的效益 不及得投资外国的股票 可能立即看到收益 但长期投资这些项目 可能是更加明智 因为它是实体的资源 和实体经济 亦都是能够避开外国的泡沫 这个就是温教授 对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 的一个成因 发展 未来 以及投资人应该做的预判 的一些建议 欢迎大家回来的看法 话说上个星期 就是美国已经加息了 25个基点 亦都是22年里面 最高的水平 鲍威尔就说这个通胀 虽然是有被控制的迹象 但离开2%的目标仍然有很大的距离 他就说9月加不加息都有可能 只是现在是言之上早 但几乎可以肯定 今年基本上就不会减息 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工具 我在巴南克谈联准会的书里面 都和大家讨论过 叫做FORWARD GUIDANCE 前瞻性指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去了解这件事之后 亦都会知道怎样去预判 未来美联储的政策走势 你是不是在ED 解了一段时间 我现在还有其他的 会儿 你